姑娘你太认真了 你就看看她站在那儿那个样子 她就不是一个认真的人啊 你要找一段认真的情感 情浓的这种状态 她站那儿就不像 这个没有对错 有些人在某一段感情当中 可能就浅浅的 我简单快乐 你有你的朋友 我有我的朋友 我们有空在一起 一个星期见一次 一个月见一次 都没关系 那也是一种感情状态 你要的不是这样的呀 你要的是情浓 你要的是相守 她明明不是你为什么要选她 你不是自己折磨自己吗 从一开始到后面分手 我的心里就一直放不下 因为父母的婚姻不幸福 所以我不希望自己觉得 能找到一个自己又喜欢 然后她性格上 其实说白了 我们俩每次吵架 都是她主动跟我道歉 主动找我 她如果不找我 我可能一直都不会找她 我就不会放下面子去找她那种 我倒是觉得 你和她真的不太适合 你的奢望是 她好控制 你生气了 她可以来找你 她可以哄你 你对情感 是非常地困惑和迷茫的 如果继续这样走下去 我觉得你会更受伤 我倒觉得你放一放 去关注一下自己自身的成长 它不适合 总会有适合你的 而小伙子 你的爱情太清浅了 无论是对她 还是对那个小师妹 你不过是有点喜欢而已 由于你清浅的这种情感状态 只要有点喜欢 我就可以和你在一起 我不挑 你仔细想过这个女孩 或者那个女孩适合你吗 可能某一点打动了你 你就轻而易举地爱上了 所谓的爱上了 你选择一个那么渴望爱 渴望完整家庭的女性 你这样会伤害她的 你根本就没有那么喜欢她 不要耽误她 去找一份适合你的 亲浅的爱情 快快乐乐的也挺好的呀 谢谢 同一言老师的看法 你们两个人之间 就现在这个阶段 仅仅就是喜欢 如果要说的更多的话 我可能我更愿意 和女生多说 因为女生已经把这段感情 试着向婚姻的方向去推进 你希望能有一份 有结果的爱情 而这个小男孩 你就是在玩嘛 很难说你真正地爱上 这个女孩 刚分手就去追另外一个女孩 很难想象 你有一个女朋友 你还会很随意地 就认识其他的异性 沉迷于酒吧游戏 你就是玩闹而已 我想多跟女孩说一说 你对爱情这件事 其实你是蛮恐惧的 你会觉得 什么样的人适合你 你能控制的 这是第一前提 但前提错了 步骤每一步都是错 甚至于选错了人 为什么你们之间 会插入第三者 酒吧和八将 都是起始于 你要控制的 这么一个初衷 你觉得 你要能控制一个人 这段爱情 就在你掌控之中 完全错 爱上一个人 一定是这个人 真正地能够吸引你 而不是你满足了 自己某方面的缺失 你周围为什么没有朋友呢 因为你怕受到伤害 或者说 你不愿意轻易去相信人 为什么你相信一次人之后 这么样一个 我们一目了然的 一个男孩 你会看不透 他不适合你呢 因为你觉得 你能控制人 所以错了 都错了 姑娘 你真正应该找的是 一个真正懂你的人 并且能够包容你 把你保护在他的身后 你要的是这种人 这个小孩 他不是 他一定不是 你的情侣带 有可能是你的一个男闺蜜 所以一定要分手 不要出来 再往下走 受伤害的一定是你